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与李庄第三季同时进行 李庄的付出不仅引起了司法界的关注 更让重庆再次被聚焦 李庄门重新开启 对于司法界和重庆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薄熙来倒台后 重庆的黑幕会随之被揭开吗 在中共政局诡异的时刻 重庆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在今天这一小时的热线直播节目当中 我们将邀请中国问题的专家 跟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些话题 那么我们今天现场的两位嘉宾呢 是资深评论员杰森博士 和时事评论员赵培先生 二位好 主持人好 对我们刚刚就是李庄的这个事情 现在又成了一个新的热点了 他在自己的服务上就说 他是前非著名律师 现著名非律师 就是说他现在的这个律师的身份 还没有恢复 就是说现在李庄的第三季 正在这个进行当中 申诉还没有被批准 是不是 那现在是怎么个情况 对整个来说的话 我们知道李庄案 就这个案子本身 如果有观众还不是很了解 我大概回顾一下 我们知道大概在09年的时候 那是那个当时薄熙来和王业军 在这个重庆打黑 也换句话叫做黑打的高峰阶段 当时抓了叫做这个黑打第一案 就是公刚摩这个案子 就是说公刚摩是黑黑的老大 底下有一大堆人 怎么怎么黑社会的性质 那么公刚摩就交请了北京律师李庄 那么李庄到了重庆以后 就直接受理这个案子过程中 他表现的比较张扬一些 那么对于重庆 薄熙来他知道他手下打黑的过程 完全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那么如果真的有律师来跟他拼硬的 他可能在司法上站不住脚 所以说针对李庄 他们就采用了一个 就是说杀一警百的事情 就是说李庄是被他抓到的一个典型 对他抓杀医院 当时他的这个运作方式就是说呢 判说李庄是叫做毁坏证据 或者说是篡供扭矩证据 说是然后让公光摩本人 教唆他什么 告他 就是说能让告他 那么整个就是他大概是在09年底 就是11月多分的时候就被重庆警察逮捕了 一审大概12月份一审 当时判了两年半 那么当时他就这个李庄就请了律师 自己给自己申诉二审 二审的时候很奇怪的是李庄突然认罪了 认罪了以后 当时他的律师呢 不是就是坚决还要做给他做无罪辩护 所以说整个出现了司法界一个很古怪的现象 就是说呢 被告人自己认罪 而律师要给他做无罪辩护 那么当然大家反复推测 就是说呢 是李庄 背后有原因 李庄实际上可能跟这个重庆当局有一个妥协的方式 说是因为后来李庄的申诉信里头 隐藏了 用藏头式的方式隐藏了一个 就是说呢 认罪缓刑这样的一个信息在里头 那么结果后来呢 结果重庆那方面的话呢 并没有立刻缓刑 只是把罪给他降到一年六个月 所以说李庄认为是被骗了 后来就是 现场就开始大喊 那么当然就是后来就是随着这个 就是真的他在监狱待了一年半以后 在这个过程中中间还有个插曲 就是说呢 在他快出来之前 重庆又想给他加点罪 对叫做什么李庄漏案 漏案 就是第二级 结果呢 这个过程中呢 因为这个就是证据不足 后来检方又撤诉了 所以说果然他在11年的6月份 就从监狱出来了 出来以后呢 就是平静了一段时间 特别是最近就是当王博事情爆出来以后呢 李庄又重次被 再次被那个 这个关注了 那么最近李庄 历史上他一直是 因为他律师身份被毁 就被撤销了 他一直在申诉 能把律师身份再拿回来 而最近新闻点是出在 当时就是让他入狱的那个公刚膜 最近又邀请他重新作为他的辩护律师 虽然他不是律师 以他是好友和中国公民的身份 给他做辩护人 因为中国法律好像规定 只要你是好友 不一定是律师也可以参入辩护 那么这个过程 他以这样的身份来让两个案子 一方面是自己在重庆的申诉案 另一方面是公刚膜案子的这种辩护人 这样的身份 重新变成了舆论的焦点 把重庆又推到了中国 因为这个时候背后跟王博事件 权力斗争有关 所以把重庆又推到了一个风头浪尖上 但是这件事情是说 那个公刚膜当时是因为 好像也是配合了警方 据说现在公布出来的资料是说 他被酷刑折磨了之后 他不得不就是说听话了 然后就去诬陷了这个李庄律师 那么现在为什么李庄还继续 又再去接受他的这个聘请呢 我想他有几个方面吧 因为李庄从王博事情之后 他一直是来往于重庆 所以在他的微博 能够在网上火的一个原因 他很多的时候是提前预报了 重庆的事情的发生 比如说薄熙来被双开这个事情 他就提早了大概几个小时 就在自己的微博上说 比新华社的消息要早上很多 所以很多人都在关注着他的微博 而且他也列举了很多重庆黑打的事情 所以在微博上是一个名人了 现在在他的微博里面呢 我们看到他说他也拿到了很多证据 我给大家念一下 他说当初呢 本来把只有五六年判刑期的公刚膜 他给他渲染成一个十恶不赦的人渣 然后再逼迫他来陷害他自己李庄 然后威胁如果他公刚膜不配合的话 就是死刑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而且很多酷刑的折磨 最后是公刚膜迫不得已站出来 要指责李庄 那么李庄在微博 他现在是很有底气了 他在自己微博说 重庆公金法体制内的正义力量 很多人愿意出庭作证 也就是他拿到了证据 包括可能是公刚膜的家人也提供了一些证据 所以他现在是很有底气站出来说这个事 所以那么在大的背景下 现在是薄熙来已经被双开了 也就是说我们拿到最新的消息是 其中全会确认已经开除党籍了 在这种情况下 他肯定是会被研判的情况下 他再出来说 他觉得在这个大的政治背景下 他能讨回这个公道 也能为公刚膜讨回这个公道 我想他自己本身是中共体制内一个 玩中共体制很灵活的一个律师 他自己在申诉的过程中 过去他试图申诉 已经拿回他律师身份 已经有一年的多多时间了 那么这个过程中 他说他自己去了重庆两次 他的律师去重庆医院医中院的四次 他说当地的领导看见他都是笑脸相迎 但是说你的案子 我们受理不受理得要上面的意思 那现在问题就是在这 当初如果是李庄这个案子是个冤案 因为他是带去为人家去申诉的 然后他自己又被诬陷入了狱 而且是真做足了18个月的牢的 那么现在随着王博事件之后 薄熙来倒台之后 为什么他的申诉从去年12月的申诉 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被有一个结果呢 这实际上是个非常明显的 中共对于薄熙来案件怎么审的 一个内部的一个教证 就是实际上这个事情 就是上面还没定盘 没有定盘 底下就没有一个定论 中间有一个很有趣的插曲 就是说在前几天 他的微博中登了一个消息 说是人民法院报 登了一个大主板 登了一个重庆法治建设辉煌报告 就是大量送扬重庆什么 怎么建法律建设 这是在最近 最近登出来的 然后他看了以后他很生气 后来他到内部打听了一下 说这个稿子是8月份准备好的 但是上面一直不让登 不知道最近怎么突然给登出来了 大概是31号30号 或者20号 就是这时候的事 换句话说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呢 在中共高层 事实上是有很多的斗争 在舆论 至少在舆论界 还有在很多 就是这样的一个 明明重庆是黑打 王博已经被抓起来 居然8月份 还有人给他唱颂歌 法治体上颂歌 而且呢 在一直被压的时候 突然最近又被登出来了 整个这个事情 就是非常明显 中共高层 在王博之前 特别对薄熙来处理 不明朗 或者说是还在斗争的过程中的话呢 很多底下的人 还在用各种方式运作这个事情 其实刚才讲到这个 李专案 他第一季第二季 现在他的申诉 他要恢复律师资格 这是第三季了 在第一季的时候 他被判刑 但是第二季的时候呢 之后就是说 讲到他那个漏案的时候 但是漏案当时呢 是说当时那个情况 就是因为刚好在 马上要这个18大 就涉及到薄熙来入常的问题 所以说又把他 又给他搞了一个漏案 想继续把他关在监狱里头 不想他出来 把这个案子翻了 但是最后 因为当时的这种 整个舆论的压力 压力很大 最后使得好像就检方撤诉了 所以这件事情 人们认为这是李专案的一个 第二季的一个胜利 以这个薄熙来失败结束了 那么当时这件事情来看的话 是不是真的是一种正义力量 司法界的一种正义力量的体现 还是跟政局有关系吗 跟政局还是有所关联的 因为当时 那是在去年的 对去年的大概是 我看一下这个时间 大概是6月11日 对去年中 4月份撤诉 然后那个时候薄熙来应该是 觉得自己很稳 已经进入这个常委 当时很多人到他那里去 向他表示这个事情 而且那个时候 他应该是跟周永康的很多勾结 已经达成了 那个时候他已经很志得意满的 就是我可能就是 未来的政法委书记 我也不在乎你了 另外李庄也不是没有背景的人 北京方面也给了很多施压 那么在这个时候 网络上已经炒成一团了 我们看到现在大家能看出 当时关心他的人有多多 律师陈有希甚至是 当时的证据都找出来 说是要求以诈骗罪 聘300万的公安高层的批条 就是当时要无信 那个公干膜的一些东西 全都有证据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是没办法再做下去 特别是看到当时定罪之一的 有一样罪说他去嫖娼这样罪 其实他整个的那个 在网上的媒体报道的那个图片 都是修改过的图片 就把他的头移到一个嫖娼人身上 然后都被翻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 你再往前推进 那全国已经是闹翻天的情况下 他是推进不了的 其实这个事情就是说 跟政局 中国的这个法律界 从来都是跟政界是紧密相关 中国没有法律 没有真正的法律 他其实主要都是政治的一个延续 本身非常明显的 当时其实薄熙来自己 也努力的跟打黑在脱节 因为打黑这个事情 非常明显 后来大家都知道在黑打 整个对于中国司法的践踏 特别是李庄岸 把这个事情推到这样的一个高度 他知道再往下走下去 打黑不但不能给他政治添光 而且是给他这个回抹黑 这也就是他一个 就是为啥后来在调查王立军 实际上本身这个事 岂是岂自于对于王立军的调查 他不准备再要王立军了 要把王立军踢走的时候 王立军奋而甩他 跟他最后闹翻 闹成了暗门事件 实际上那个时候 他已经要放弃王立军了 在这个情况下的话 是王立军想把他扣住 想把这个 因为这个事情直接是参与王立军 王立军想把他扣住 但是整个来说的话 薄熙来不想花任何他的政治资本 在这个事情上 所以说薄熙来并没有努力 那么这个事情也就最后 这个被不了了之了 那么今天来说 这个李庄案重新又开启了这个门 那么这对现在的这种局势 或者是你们看到 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对司法界和重庆 应该说是司法界对于中共高层 要重判薄熙来这个动向的一个反应 而且是说他们最开始一直关注微博 我大概可以看得到 司法界对这个事情最大的反应 是中共的最高法院的副院长张军 被免去了一切职务 这个时间点上刚好是薄熙来 他被宣布要收审的时候 撤销他的人大资格 他说了一个强制措施的时候 这个时候司法界就在微博上说 这个是为清理薄熙来的打黑的一个序幕 因为为什么 因为张军这个人干了 大家搜索一下他干了两件事 是让这个司法界是很黑暗 一个是说你们律师随便赶告这个法院 赶在法院上顶嘴 这是让我们法院很丢脸的事情 第二件事 他亲自到重庆跟薄熙来接命 也就是薄熙来唱红打黑 打黑当中的很多假的法律依据 重庆高院为什么能那么判下来案子 与这个张军有很大关系 所以这次清理到张军 让法律界看到希望 所以他们在这个时候才站出来 来继续推进这个事情 那这个之前我看到也就是说 这个公刚摩 当时有人就说公刚摩只要不死 他这个案子就还是有希望翻过来的 那现在看来真的是在这一步一步走 那么这件事情现在是李庄在介入了 可能接受他的这个聘请 帮他申诉 那么其实在薄熙来当年在重庆打黑的这个过程当中 有一大批的冤案 所以有人就是说薄熙来倒了 那这些冤案可能慢慢都会得到一些解决和平凡 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烂单子 某种人要讲的话呢 我的感觉就是说这个摊子中共一直不敢动 为啥呢他牵扯的不光是薄熙来一个人 就像刚才说的 就是薄熙来当时做这个打黑的事的时候 给他站台的人不止他自己一个人 那么而且呢 就是而且会涉及底下的很多的这个执行人员 因为你要空心折磨这些人 他怎么处理 所以说呢 虽然上面的人拿掉了以后呢 底下的小走族以后他还得给他做事 他敢不敢把这些小走族都 都以这个这个犯罪的形式来拿走 拿走以后有没有人在听他的这种非法的这种指令 所以说这个事情从上到下通透很多事情 中共对于这个案他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那么现在李庄这个事情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了 大家一个主要的看点就是说呢 这个事会发展多大 现在李庄和公刚摩这一个案子上呢 还是把整个全部拿掉 整个整个重庆这些冤案全部拿走 另外的话呢 是仅仅现在这个给李庄恢复律师 把公刚摩少判几年呢 还是真的把中间的一系列参与伪造罪状 或者说是酷刑折磨的警察全部拿出来 这个事情本身事实上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看点 好的 观众朋友们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重庆因李庄续案再被聚焦 那么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646-519-2879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 那么同时呢 您还可以通过SkypeRDHD2008 跟我们语音和文字互动 那中国大陆的朋友呢 还可以拨打我们的免费电话 号码是400670-1668 然后再拨899-1160-297 那中国大陆的朋友还可以通过爱博电视 无需翻墙就可以看我们的节目 那么爱博电视的下载方式呢 是通过动态无借等翻墙软件 登陆www.ippotv.com下载 或者是通过海外的电子邮箱 像Gmail或者是Hotmail给 ippotv2011atgmail.com发一封电子邮件 邮件的主题是1234 就可以收到最新版本的爱博电视 那么同时呢 您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32-551-5015 直接收听我们的24小时的节目 那您还可以呢 登陆我们的新唐人的网站 www.ntttv.com 上面呢 可以直接看我们的直播的节目 那么我们的今天的话题呢 那是重庆因李庄续案在被聚焦 我们将跟大家一起来讨论 重庆在中国现在18大前 召开前的这个非常敏感的时期 它在之前它的作用是什么 那么李庄案对于重庆揭开一些黑幕 又会有哪些给大家可以展示出来的画面 那好 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6465192879 那么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广告 回来之后呢 听观众朋友们的电话 好 欢迎观众朋友们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们先来接听大陆文先生的电话 文先生您好请讲 喂您好 您好请讲 您刚才说的几种 接受新唐人的方法 统统都接受不到 在大陆封锁了都接受不到 现在我是用这个400免费电话 就这种方式能够打进来 这个电话很长重的 谢谢 这个李庄案的这件事情呢 这个 充分反映出这个中共的一切 这些法律啊 政治啊 这个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呀 它都是一种 要么就是 要么是谋略 要么就是阴谋 都是背后操作 中共这个黑暗 它的黑暗的这个 整个中共政权都是黑暗的 但是最黑暗的地方 就是它的司法系统 整个司法系统是完全黑暗的 没有任何公平和正义 一切都是以目的来说话 如果说 现在要打倒这个薄熙来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李庄这个有意 对他们有利 所以他就利用李庄的案件 所以他们的一切都是 从他的政权角度 从他的这个利益角 这个斗争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好 谢谢大家 好的 谢谢文先生的电话 对 他是对整个司法界的 这个黑暗认识很清楚的一位 对 其实我觉得 这个文先生谈到说 在利用李庄这个案件 我倒觉得这也是一个 很好的思路 就是说本身确确实实实 要把这个薄熙来 因为薄熙来还没审 薄熙来这个案子到底有多深 这个事情的话 就是说到底要扑高大 那么如果说 有一个败外势力 他想把薄熙来这个事情 再扩展得更厉害一些 甚至把薄熙来在那边的 仍然还有残根破结的 残余力量全部拿掉的话 那么李庄案 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入口 也是一个风向标了 就是说本身来说的话 他也借李庄这个案子 彻底清理 所有薄熙来在那里参与势力 当然本身我们知道 还有一个有趣的事 就是说薄熙来一拿掉以后 立刻派去的是张德江 那么张德江的话 是非常明显江派的人 而且张德江本人 就是说他以这种 就是去了以后的第一表现 是正案法轮功 就是他 而且本身他一去 那边就开始 万圣就开始万人游行 等等 就是给那个地方 造了很多的问题 那么如果在处理 这个李庄案子的时候 能把他现有的人抓到 毕竟现在他已经是 那边的市委书记等等 他已经是一把手了 是不是在这个过程中 也能把这个张德江这个人 彻底的这种 接得更多一些 可能也有这样的因素在 所以说李庄这个案子 我同意文先生的说法 就是中国没有真正的司法 没有真正的法律行为 全部只是背后的这种 政治势力的一个 在台面上的一个表现 那么李庄这个案子 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着力点 可以打击薄熙来的残余势力 同时可以建置 现在的张德江 其实从历史的角度上看 中共如果想平反一批人 他肯定是党内斗争的时候 当年审判这些人的这些 做这些孽的人 全部打倒 比如说你像文革 他想清楚文革的罪孽 想把一些人平反 他就必须把四人帮弄倒 毛冬死了 前提是毛冬死后 把四人帮弄倒 那么他想平反右派 那么当年 当然右派一直没有平反 只是因为邓小平 当年是负责打击 右派 所以他只说了一句话 摘帽子 所以 留了很大的尾巴 对 这个时候薄熙来 他只是冰山一角 他背后整个设计的是 江派的整个势力的范围 那么你想弄掉薄熙来 你想把薄熙来 所有原案可以平反 那么江派肯定不干 因为牵扯到薄熙来 给他们送钱 牵扯到利益关系的话 他们都会被暴露出来 所以他们是想 尽量地侵判薄熙来 然后让我们都得到解脱 我们谁都好过 但是这样的话 下面的这些打黑的 几千个亿的你的打黑收入 这都是钱 这些钱 又有多少的民营企业家 被黑打当中受到冤屈 你都要平反的话 那么江派很多人 都会被拿下来 当时的张德江被派到重庆 去接替薄熙来的时候 当时也有一种说法 说是实际上胡温 是想看他的表现 他下一步能不能入场 看他造到 就是让他去接受 他们江派的这个摊子 看他怎么表现 那么这个一半年多过去了 那张德江到底是 他的表现 从胡温的角度 或者说他的表现 到底说明了些什么 到底是谁派他去的 这一点的话 我自己现在还有一个保留意见 就是说我更倾向于 当时是个多派人妥协的一个结果 可能是以拿下 主张他去的可能还是江派 对 就是说你拿下薄熙来 这是一个 我同意拿下薄熙来 江派可能说是 我同意拿下薄熙来 但是让我的人去 就是说可能就说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可能是觉得 派一个我的人去的话 我不让那个地方彻底烂起来 把什么事都爆出来 有一个某种想法就是 压住 压住的一个作用 果然其实张德江后来表现 非常能展现出这一点 就是说他一去 他知道怎么能讨好江派 能讨好学在派 所以说在全中国 现在对法轮功 都悄无声息的情况下 他一去立刻开始 大量的抓捕法轮学员 满街又开始贴 反法轮功的报纸 就是整个在中小学 又开始推行反法轮功的教育 甚至当时不是万圣 有个万人游行 他直接在媒体上造谣说 是法轮功和吸毒人员 组织起来搞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所有这些事情 你可以看到就是 他真的拔了全国头筹了 是旗帜鲜明的反法轮功 对 这个他 因为他自己非常清楚 江泽民的路线 当时江看重博 是因为薄熙来 在法轮功事实上 坚决跟他走 那么他可能就是 有一个这种感觉 就是说我去 我表现出这样的表现 你就可能把我 真的在常委上代替 将来薄熙来的位置 他是把堵押在了江派上 他认为江派还有势力 能够把他给送进去常委 就从他对王博事件的态度来看 他是一步一驱 跟着中共中央态度 因为他也有一些自己的表态 比如说当时 一直盛传 就是说要轻判薄熙来的时候 他主持开的人大之后 就称薄熙来为同志 然后香港很多媒体就解读 说薄熙来要被轻判 还被称为同志 不可能被开除党籍 可能就是党籍出份 就完了这个事 但是一旦薄熙来被彻底决定重判之后 他又出来说 我们要均决跟他划清界限 所以在这个时候 他是一个墙头草的状态 但是他根子上的 就像杰森博士说的这一点 他是这一点上 他得到江派的允许 我们特别看一下 江派为了推他的手 在8月10号的时候 到8月14号做的周克华案 这个周克华案的 刚才说的是做的周克华案 这个案子很可能是做 因为这个十几年选的实在太巧了 刚好这个时候 中共的老大们都在北戴河开会 决定常委的人选 当然我们现在知道 当初没有定下来 当初他做这个周克华案 是公安部给他做的 公安部是说多省办案 是把各个省市的警察都调过去 所以才有长沙警察 被误杀的这个传闻传出来 那么当时他还调动了 上万的武警风扇 这个不是他作为重庆市委书记 能够做得到 而且是中央有人替他做这个案子 做这个案子的目的 从现在来看是说 第一是让他有政绩可以入场 因为他身上的滥债实在太多了 他在做广东省委书记 在广东主政的时候 他有萨斯案在身上 他在做副总理的时候 有掩埋这个动车 这个命令一直传闻是塌下的 他身上滥债太多了 所以要给他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名声的话 就是你看他还能办案 能办案 江派就要用他去接手政法委 或者接手公安部 接着执行迫害法轮功的这个政策 所以就跟詹森博士上说的 一个逻辑上能吻合 所以他在那边的表现 与其说是去处理薄熙来尽力 倒不如说是掩盖薄熙来 因为最近审判薄熙来的时候 有个最重要的点 就是对照审判王立军 贪污金额的多少 可以决定他最后刑期多少和多重 所以外媒 中共自己内部在外媒放风说 他在辽宁被查出来 贪腐就一个亿 那么薄熙来 对比一下 就是说这一个亿就足够 他判他个20年以上到无期 都是可以判得到 那么他在重庆呢 张德佳很明显 他就没查 他也没去报 中纪委可能都进不去 重庆的说法 就是说他打黑的这个过程当中 好像没收了至少是 800万到将近2000亿的 800亿到2000亿的这么一个数字 而真正他说是这笔钱 拿到了个财政当中了 但是财政好像只有6个亿 还是几个亿 这点是李庄一直咬他的地方 他说当时李庄就作证说 我在那的时候 我就听到上面打电话来说 赶快把那个公安 赶快把你们打黑上了的钱 上缴到我们这 我们着急用 也就是这笔钱没有进入财政 是被薄熙来私自用掉的 那么这笔钱用到哪里去了 这个事情薄熙来都得交代 但是张德佳没给他挖出来 所以这个东西就很明显 他不是在掩盖 他还是完全是掩盖的一种 是在替江派的人在做事 因为背后有很大的利益团体 就是说本身打黑的过程中 他几乎就是属于那种掠夺式的 基本上就是说那些人的账 你像这个厂工刚膜 很多人背后都是上百亿的资产的 这样的钱 他基本上全都拦走了 那么他肯定他要上下买通的 所以说整个中间受益的人群是巨大的 当然就是确实这个事情是很有趣的 刚才你说8月份 大家一直就是你知道媒体上是一直江派还在把持 因为毕竟李长春还是在把持媒体宣传 这就是为什么你这是缓过来看 8月份为什么会突然有一个歌颂 重庆司法体系的一个文章准备要登出来 就是确实是时不时的还有人想把重庆 就是政绩再表现一下 因为张德香露在面上的那种就是万圣的游行等等 很历史上的很多事情 实在不能让他有任何的资格进入常委 所以说时不时的还有人想在宣传下重庆 使得他有点露脸的机会 这个过程本身的话 就是让人觉得就是说 为什么江派死死抓住张德敬这个人 这就本身是很有趣的 他还要找一个接替薄熙来的一个接班人 接班人对 那么现在看来呢 这个马上十八大召开在即了 就是他的这个入常还有希望吗 应该说他是一个江派立保 现在关键是各派有没有妥协 或者是说胡锦涛和习近平 他们自己的思路是怎么样 因为根据日媒的爆料 这个爆料一般的不被海外的华人媒体采用 因为这个对江派实在太不利了 在北戴河会议上 不是江泽民来主持的 是由胡锦涛主持的 而且胡锦涛是上来就提了七个人的名单 这七个人的名单是习近平 李克强 王岐山 还有一个是李源潮 刘延东 于震生和汪洋 这里面根本就没有张德江的事 也没有任何就是铁杆的江派的事 这个时候呢 江派就是因为他还有常委嘛 他就说话了 说刘延东是个女性 你不能让他入场 所以你要把他换成张德江 所以我们看到是北戴河会议之后 博讯就爆料的名单 就恰恰是江派修改胡锦涛的这个名单 把刘延东换成张德江 所以看出江派的底线 也是死保张德江入场 对本身来说的话呢 就是说对于江派到底在这个事情上 有多大的这个说话能力 是让我们越来越能展现出来了 本身你知道的那个军委 就是前一段时间的四总部的这个人 基本上江派没有说话的余地了 最近今天刚刚又出来了 这个十七届这个七中全会 在每一个报道的结尾都是紧密团结 在以胡锦涛为中心的这个党中央 就是某种上讲的话呢 大家都在效忠宣誓了 就是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呢 我自己的感觉上 张德江事实上呢是战策队了 他呢就是说呢 如果说呢 他就是说呢 在这个过程中 他紧随江泽民这个集团的这个做法 很可能反倒让他失去了入场的这个机会 他赌的这一把可能会赌输 确实赌输了 因为这个时候呢 中共就是还有机会入场的人 纷纷在重新站队 你比如说上海市委书记于震生 他就说我 他就旗帜了新民表明 我是邓小平家族的人 我是邓小平家族推进的 跟这个江泽民没有关系 他把江泽民的外甥清除出这个 就是市委的常委的人选 张高丽也在表态 我不是那个什么的人 坚决拥护胡书记 对 当现在还没有看到张德江表这个态是吗 他也在表态 但是他的表态跟他做的东西相差太大 他只是面上的表态 其实江派呢 大家留心看一下江派的发言就很有意思 江派里面一个最不服胡锦涛的是周永康 他的发言里面就是 你看所有人都说以胡锦涛总书记为 团结在于胡锦涛总书记为中心的党中央这位 他里面前面加上一句 以毛泽东 邓小平和江泽民为核心 因为胡锦涛一直没拿到核心地位 被江泽民压了这么多年 一直没有核心地位 他这表面就是我不认你是当老大 我的老大是那个什么 所以每一派的人的表现都是 随时都能看得出这个内套的这种痕迹 对 那还现在网上还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还有一个叫孙政才的 说他有可能会接替张德江去管重庆 那么这种安排又是怎么一种说法呢 现在看张德江会不会离开重庆 还是未知数 他的下来未来的命运还不知道 又出来一个孙政才 那么这个孙政才是不是也是江派的一个 一系列的这个安排之一呢 江派有能力安排多少 这个不知道 当然就是确实是重庆这个市委书记 这个地位是蛮高的 他可能是要入政治局委员的一个角色 所以说呢 能到这个重庆市做市委书记 某种上讲是一种升迁的状态 他直接可以更接近中共的这个权力中心 但是呢问题在哪呢 问题就在于这是传闻 我现在对于网上的很多传闻的话呢 我觉得已经到了非常明显的是 江派在没有政治力量的情况下 靠舆论在想控制下面中共官员的思维方式 所以说呢 我对于这样子的传闻 往往我觉得是打个问号的 因为我能清楚地看到江派的势力已经弱到了 就是不能再弱的什么 就是从他不停地要靠一个明镜见经传的海洋大学来给他 保证他还活着还有点权力的这样的一个事实 我就能看出来他已经没有任何权力了 最近好像又有这个江派有什么活动的这个信息 所以昨天又报出来他又给海洋大学提了个词 就说呢前几天我们报了 他就是三个星期嘛 四个星期前他是给那接见了一个什么 就是他已经没有任何的能力去找任何官员去说 甚至他不可能去找一个北京市市长去说个话 因为所有的政治官员都看到了他没有政治能力了 那么在这样一方面 他连市长都找不着的时候 甚至一个向上的大学 比如说北京那个向上的大学都没有 他只好把一个不入流的一个大学 反正那些这个官员也就是校长也没有什么政治前途 能扒个江的大腿可能还觉得挺好 现在又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这个入常的这个名单最后的确定 可能会是在十八大上进行一种差额选举来最后决定 对这就是为什么舆论很关键 就是说所有这些中共官员投票的时候呢 他也是看这个权力投的 他不是说是看这个人本身 是谁这个人背后的权力是谁 我投给那个权力 投给那个集团 谁占上风 他能够决定他的票 所以说你想 你如果说是江派好像还有势力的话呢 他有可能有的人还会投江派的票 如果他没有势力 他投江派票 他不是毁自己政治前途吗 对我非常同意这种看法 你能看得出中共高层里面 他是非常不满意江泽民 或者说江泽民后面的曾庆红 一直把江泽民摆出来的正确选票 这种做法 看到每次江泽民出来之后 别的大佬们就比他更高调的亮相 比如说上一次江泽民是 是海洋大学的那个 对 那个第一次是在大剧院路面 对 那假的 那是假的 然后呢 这个李瑞桓就不满意了 他是直接到光天化日 就是说去看一个网球赛 大家都能看到我来了 也能看到巫医来了 他在请太太就是 江泽民你还能真的活动 你到大厅广众 让普通人看看 你别关门卖票 然后这次他接近完海洋大学 就看朱镕基出来了 朱镕基直接是到清华去了 这你就一下子看出 你就不行了 对啊 就是老百姓在下面 只是在看戏 有一次的一出 所以说这个差额选举 还是有可能的 因为大家都这么亮相 包括李鹏又出来亮相 他提了字 所以表面这次逗的 不光是在上面 他可能也是要 整个一个体系 中共的一个体系 都是在现身其中 这些所谓的元老 他也有自己的政治意愿 所以说他也在权衡 平衡江泽民的这种影响 好的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休息之后 我们再接着讨论 今天的话题 好 谢谢观众朋友们的等候 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题 是重庆英里庄序案 在被聚焦 那么欢迎观众朋友们 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646-519-2879 加入我们的讨论 今天可能是因为北美地区 结束了下令时 所以时间的改动 可能很多观众朋友 还不太清楚这一点 那么好 我们现在再来接听刚才 那位大陆的文先生的电话 文先生您好 请讲 喂您好 您好 然后呢 我一直在这个电话线上 然后您这个 看到我的电话线上 如果是需要我这个排队到我了 您就直接叫我就行了 好的 谢谢 不是一定要导播来说 我不知道您的规矩 好的 这个薄熙来的这个 现在时事 是吧 根本上来说 是他自己的这种狂妄 侵服 野心霸 造成的 那么在破坏法轮功这个问题上 这个中共像薄熙来这样的人 太多了 可以说遍布在中共的这个政法系统 和这种中共的政法系统 各个部门 各个层次 中共整体都犯了这个人类罪 然后中共像薄熙来这样犯有这个 迫害法轮功的这样罪行的人 累累 太多太多 那么为什么薄熙来会出事了 就是因为薄熙来 他自己这个个人的野心太大 这样的造成了这个薄熙来的 现在的这种 他的现在出事 那么我的意思观点就是说 整个中共体系都犯罪了 胡温想利用中共政权 来经理江家帮 那这做不到 但是胡温他们的一切目的 就是要维护中共政权 那么江家帮 他们的目的是为了维护 他自身不至于被侵犯 所以江家帮当中共政权 不能保护他们的时候 他们就会解体中共政权 把中共政权给剧倒 重新成立政权 目的是为了江家帮 整个的这个 哪怕江泽熙死了 他也是一个帮 那么这一些人 这些血在派 他们一定会顽固到底 也一定会反扑 那么在这个反扑的过程当中 中共在将解体 那么胡温他们 胡温必须要成立新的政权 才有可能将他们清除掉 好 谢谢大家 好的 谢谢文先生 我们再来接听 纽约王先生的电话 王先生您好 请讲 你好 主持人好 我是贵宾好 刚刚那位文先生 大陆的文先生 讲得非常的好 非常的正确 我很赞认 那么我要补充的就是说 这次问题出了那么多 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在胡锦涛 太牛牛了 讲到这一次没有 没有那个王立军到美国领事馆去 他到现在也不敢动 那个薄熙来一根汗毛 对不对 他怎么不知道薄熙来的野心很大 吵风打喝 吵到北京去了 他都不敢讲一句话 他怕他们 怕这个钥匙 到今天搞成这个中国这个现象 我认为习近平可能比这个 这个胡锦涛还要好一点 他讲了 他在要学新加坡 他也讲了 要把毛泽东的私底 移出天安门 把我弄到湖南去 如果他这两样 真正他能够做到 我说中国还有一点点希望 如果他这两点做不到 为毛泽东一定要吹到 毛泽东才是中国最大的罪贵祸首 到现在包括海外 很多华侨 很多大陆出来的 还叫毛泽东万岁 你看到没有 还叫薄熙来万岁 就可真的胡锦涛这个人啊 真是没有用 好的谢谢 谢谢王先生的电话 对 刚才王先生也是提到了 这个毛泽东的问题 就是现在也是成为一个 另外一个新的话题 就是说十八大 是不是真的去毛化的问题 结合着刚才两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对 是 就是说本身来说 这个去毛化这个概念 就是说呢 其实我觉得呢 某种上讲的是一个 扭着扭 就是把这个事情扭偏的一个概念 就是当然是 就是说呢 中共有这种想割裂 因为中共历史上 背的血债太多了 就是说呢 毛泽东统治下的话 光那个所谓的这个三年 那个灾难 就死了三千多万人 整个毛泽东一系列的政策 就是说呢 他是想割裂这种背的血债 所以说呢 某种上想从胡温 或者说把毛的尸体移出 这个天安门广场 第一步先跟毛 跟话听 跟毛 跟界限 他就某种上讲的话呢 就是说呢 是把他背上的血债 稍微剥裂一些 但是呢 就是说目前的权力斗争呢 去毛呢 又是最弱的 就是因为江泽民这个派系 你去毛不去毛 根本没关系的 甚至就是说呢 其他的就是说 你把毛泽东的尸体 拿到扔到哪 我都不管的 他是主要是自己的权力 就是说某种上讲的话呢 就是说 这个就是对于这个习近平来说的话呢 他这个去毛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他如果说是以去毛 为走的第一步 接着他往下走 那么可能还好 如果他仅仅就是说呢 真的是仅仅以去毛 为最根本的目的 那事实上呢 其实是没有实质的 对中国老百姓实质的意义 中国老百姓 你历史上 你已经死了三千多万人了 或者说就八千多万人了 你现在把毛 就是从那个 现在那个尸体扔到哪去 对那几千万人的灵魂 是没有任何拯救的 现在中国人是 我们现在的司法 现在的社会文明 现在的社会发展 现在老百姓的安居乐业 那么此时此刻 谁能关注这个事情呢 实际上呢 最能解决中国 目前司法问题的 是江派的问题 所以说呢 去毛 从理论上 可能是个好事 但是实质上 解决中国老百姓 现在的民生问题 司法独立 整个中国能 从人治走上法治的 一个根本途径 还是去江派的一个因素 其实江派呢 在现在一段来讲 他的代表人物是江泽 那这个是 是这个薄熙来 薄熙来 因为他是在 整个在继承江派的 这个思想 是不是因为薄熙来 就是在他搞的 像刚才观众朋友也说 他的搞得太左了 太张狂了 而且他搞的这个 像在重庆 搞的整个打黑黑打的 这个运动 被人也说成是 像革命一样 像毛泽东 他正被说成是 脖泽东 这样子的说法 是不是想扭转这个 而并不是想针对 就是最高层现在 还并不想针对江派 只是想把这个扭转 是不是这么一种打算 其实薄熙来 他是在利用 毛泽东左派的势力 包括他给 这个吴有之乡前 或者是许诺吴有之乡 这里面几个老大 以后他当权了 他们有什么官职呢 你可以看出 他其实他对共产党 他也不满意 他要进入一个党中治党 那么这些改革派 或者是开明人 是肯定不听他的了 你手里那么多血债 你能开明下去 你肯定会抓紧权力 你不会放掉任何权力 那么这个时候 他就利用左派 利用左派 他最突出一个例子 就是刚才讲的 吴有之乡 他已经达到了 一个什么程度 他的内部组织 比任何的右派 或者是任何的一个民主人士 都要民主派别更紧密 他在各省有政治学习 吴有之乡是一个网站 可能大家要清楚 吴有之乡这个网站 是吧 对 但是他下面 后面跟了一个组织 就是各地 他也可以组织学习班 学习毛泽东 左派路性 干什么 他最开始只是搞搞 推销一些产品 卖点钱 但他背后有中共党内的 一些左派的老大们的支持 我现在就看到这点了 我可以利用你们 建立了党中之党 我好夺权 他学毛泽东这点 他只是学毛泽东的权力斗争 但是毛泽东 什么就是要搞革命 全世界无产主义 他不干这个事 他儿子在海外还开法拉利 过得他自己英文 还秀一段英文 给大家听一听 他就是不干这个事 但是他利用这个 一个是建立党中制党好夺权 另一个是争取党内老大的力量 所以说现在的左派成为一种工具 你去不去 毛话来讲 只是说你把这个工具 让他再靠边站一点 没多大意义 现在中国的问题的焦点 是在法轮功问题上 因为整个中国的财政 被这个拖累的很严重 他的整个维稳经费 是拖累在他镇压法轮功的 整个系统上 他拿不掉 镇压法轮功的时候 他进了劳调所 把整个司法体制 破坏到这个地步 他干不了 与其说李庄案 是一个单列的案件 不如说是王立军和薄熙 在打了压法轮功上 他做惯了这种手段 他不在乎 所以他可以拿李庄来开刀 这种事件 那么在这个时候 中国的所有结顶 都结在这里的时候 你要向中国往前走 你要想你获得老百姓的认同 老百姓认为你能够向前走 那么你在这个时候 应该是说拿掉 镇压法轮功的毒瘤 那么江派的所有 靠血摘齐家的人 你把它清理掉 那么你的政权 以后你另立新党 建立新的政权 你就合法化 对当然就是确实 文先生谈到一点 就是说整个全部整个司法体系 在这个镇压法轮功过程中 甚至在后期 以法轮功的名义 镇压中国老百姓的这个事情上 都是血债累累 你怎么办 就是说你靠中共这个体制 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也对也不对 就是说我觉得对的部分 是参与的人很多 但是实实在在的有血债的人 其实还不是那么多 你真的是能 就是把法轮功学员 办到洗脑班里头的时候 他也有这种对待法轮功 非常残酷的和一般的 所以说这个过程中的话 你能分清 就是说是那种被迫 没有良心的执行上面命令 还是自己为了往上爬 丧心病狂的 踩着别人的鲜血往上走 就这是两类不同的人 这是清算部分 对 那么还涉及到一个 就是在财政方面的一种巨大的 如果说真的要赔偿起来的话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 非常大的数字 当然就是说本身 就是说呢 确实是中共是 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 他当然他会有很大的这种 就是纠结的成分 但是呢 你不解决这个问题 你根本中国没有任何的希望可走 就是说你又可以看 因为镇压法轮功 中研法系统变成了 这个一个就是一个机器 就是一个上面意志的一个展现器 你可以就是一个王立军 他可以整个把中国的司法 践踏到了无以致附加的程度 所有的事情都是他一句话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中国何日能来法治国家的这种现实 这个现实 你要在这个过程中 比如说靠李庄案 或者说靠其他的 就是这个揭开法轮功 镇压这种黑幕的过程中 你清理一批这样的人 杀一井百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 也许中国的司法体系里头 可以从此可以忽略上面的意志 而看法律的条文 也许中国和从此会有一点点 往那个法治的方式走一走 但是18大之前呢 就是关于是不是平反法轮功 和六四这个问题 好像从官方的媒体 还没有看到什么样的信息 但是大家谈论的是改革的问题 包括这个前不久的这个胡耀邦的儿子 胡德平也又好像刚刚前两天 刚刚又又在发文章 在说这个改革的问题 而且也是说习近平有可能再往这个方向走 那么是不是改革的问题 也能解决中国现在的这些 中共所面临的这些问题呢 一直在谈的正改 包括温家暴力喊了多少年 就是某种上讲的话呢 就是大家都在期望着改革 就是都期望着这个改革 但是事实上呢 我的感觉上就是说呢 历史上我们反复谈了 就是在中共这个体制内改革已死 就是这个体制 就是比如说吧 这个已经是腐朽的 已经到处是浓巴了 已经是完全是不可能运作的一个机制的 完全是靠钱作为连接计 把这个肢体四肢还连在一块的 这样一个提示 你不可能把它治好 这是一个就是改革已死 目前中共呢 就是是因为薄熙来这个案件 推进的这个方式 还是让大家比较就是高兴的 没有按最黑暗的方式 把博的案子掩盖下去 使得大家呢 又对中共的这种 好像有点希望 而且另外的话 又在 有点 有点